你有没有想过 记得你记过你手上三寸手机的潜力 我曾经用三寸的人分为两种 一种是爱客制化自己的系统的人 把手机改成属于自己的艺术品 另一种是单纯喜欢用三寸的人 觉得它已经够好用 已经够完美 那么买三寸可能就是一句话 看着顺眼 用着舒服 但是 不管你是哪一边 今天我带你认识个工具 它就是Goodlock Goodlock是一款可以让用户深度定制三寸手机的应用 让你的手机玩出新高度 对于三寸的One UI 它是个自由度非常高的系统 那本期视频 我将会用S21这台手机 加上One UI 6.1的版本来告诉你 我经常用哪个Goodlock的插件 来Customize我自己的手机 如果你有一部三寸手机的话 那这期视频一定要看下去 那要安装Goodlock 只需要在Galaxy Store里 搜索Goodlock 然后点击下载就OK了 要注意的是 Goodlock在某些国家或者地区是没有开放的 那倒入好后 打开Goodlock 你会看到各种的插件 比如Lockstar Quickstar Pastchanger等 它每个插件都有不同的功能 不过 这些插件都是需要通过Galaxy Store下载的 那Goodlock呢 它分为两个category Makeup和LiveStop 我们先来看看Makeup的插件和功能 第一 我们先来看看Theme Park的功能 Theme Park是可以创建和修改主题 还有调整系统图标的颜色 OK 我们来到Theme Park的首页 按Create New 按Next 我们就会来到这个界面 大家可以看到 它同时秀出了不同的screen来做个比较 因为比较more on主题嘛 所以底下呢 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你要的颜色 那选好之后呢 就Instort下来 你念掉它 然后等它自己换就好了 Theme Park除了可以换颜色之外 也可以换keyboard control panel的颜色 如果比起在这里去修改 我个人比较喜欢去它们个别的插件来弄 这些我等一下再回来 接下来 Theme Park也可以customize你应用的颜色还有形状 有圆形 正方形 花形 等等 当你完成后 去左上角倒入下来就可以了 第二 就是Lockstar 它可以自定义你锁平的界面 包括时钟样式和通知显示 但是 如果你的Samsung手机没有支援always on display的话 那你只需要去调第一个就可以了 我们先点进去第一个 它主要是可以调你Lockscreen的方面 像是调位置 加widget 加sticker这些 widget就像一个小组件这样 那Samsung本身呢提供蛮多的widget 像是Battery Device Care 还有Wearable Manager 除了Samsung提供widget之外 其他app也有提供它们自己的widget 所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你想要放哪个widget在你的锁平界面 那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Battery的widget 因为它可以查看你手机电量之外 也可以查看其他的Samsung wearable的电量 就比如你的Galaxy Watch 你的Bug Pro 还有你的Ring 都是可以查看的 同时 你也可以查看widget的setting 只要按左下角的四个点就可以进到它的setting了 在Battery setting里面 我们可以选择它要呈现哪两种颜色 有白色和黑色 点进去第二个就是可以调 Always On Display的界面 同样也可以加widget 整体的setting和刚刚roll screen是一样的 全部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做一个调整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朋友们 如果你的Samsung手机没有支援Always On Display的话 只需要挑第一个就好了 接下来 我要介绍的呢也是我相当喜欢用的一个插件 它就是 T Cafe 它主要是自定义你键盘的布局还有功能 颜色 Effect 等等 点进去第一个就是你可以选择键盘的布局 T Cafe本身呢就有提供每个语言都有三种不同的布局给你 那如果你觉得这三个预设都不是你想要的话 那你可以按加 就创建一个属于你自己习惯的键盘 我个人最喜欢T Cafe的第二个选项 你可以为你自己的键盘添加效果 你可以将键盘的颜色更改为自己喜欢的颜色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打字的时候 我的键盘都有那些Effect是不是 除了英文 定义和手写也有这样的效果 一点进来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键盘 所以它就是负责颜色的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KickAffield已经提供多种预设给用户 如果你不是很满意的话 可以通过加的键 来制作一个你自己喜欢的键盘 当然我们单单在讲颜色的部分 现在我们要看看颜色加上效果 第一个keeper color effect 指的是你在type一个键的时候 这个键的周围就像屏幕展现的效果那样 或者就像我刚刚演示的那样 它一共有八种不同的效果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用第三种 同样 你也能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你想要的颜色 无论是预设的 还是你要添加你自己喜欢的 都是ok的 刚刚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效果 都是用在键的周围 现在我们来看用在键里面的效果 就是第二个key color effect 总共有六种不同的效果 不能添加customize 只能使用预设的选项 看到吗 看到吗 那些键的里面是不是有那个effect 是不是有不同的那个effect 第三个就是key motion 总共有五种效果 它主要负责键位的motion 当你type下去的时候 它会反馈个动态给你看 那接下来就是你可以选择打字的声音 你type的声音 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制来选的 接着下来的就是Nave Star 它主要是可以制定于你导航栏的按钮和布局 多数现在的手机都会有两种导航栏 一种是三个button在下面的 另外一种则是滑的 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用滑的啦 那如果你是用三个button的话 在那上里面 你底下的button都是可以换取比较有趣的logo 而滑的呢 无论是左右 还是底部的导航栏 都可以调节我们的sensitivity 大小 也可以换自己想要的颜色 现在我们来到下一个 也是其中一个我最喜欢的插件 它就是HomeUp 它主要可以修改App Folder的布局 显示方式 还有一个是在屏幕里面的布局 一个folder你要放多少个app 一个screen里面你想要多少个folder 在HomeUp里面是可以自己去set的 但是我强烈建议你们去到TaskChanger这里 因为它可以修改你后台的layout 总共有五种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是用的第三种的 我超喜欢这样的布局 第一个就是Samsung原本的那个layout 第二个呢就是一格一格的 很像平板那种的布局 第四和第五的呢 是走的是list的风格 如果你觉得后台的app看起来太大 你也可以通过mini mode 把整个布局缩小 不过也只有千三左右这个mini mode罢了 第四和第五都没有 那我们刚刚聊到Lostar主要是调节 我们的Lost screen还有Always On Display 那现在我们就要看看和Lostar绑在一起的 Top Face 它主要是可以定制Lost screen和Always On Display上的 时钟的样式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 包废已经把你做好了很多预设 最重要的是 你也可以自己定制你想要的时钟 你想要加照片 加sticker 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时钟的样式 形状 摆放位置 自己的大小 都能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定制的 最后两个分别是Quick Panel 还有Edge Lighting 我是没有用Edge Lighting的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QuickStar QuickStar是一个可以设置面板 Control Panel的外观和功能 它比较Modon颜色的定制 像是功能控制栏 亮度控制栏 你的Notification Panel的背景 都能换进你喜欢的颜色 除此之外 你可以选择上方时钟摆放的位置 左边还是右边 也可以选择要不要显示热气 AM PM 或者秒数 不过在秒数 也只有你拉下那个Panel的时候 才能看得到 刚刚tida的所有Makeup的插件 主要是来装饰你手机的系统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可以让你手机变得更加方便的插件 那就是开头tida的LivesUp 在LivesUp里面 我第一个相当推荐的插件就是 NivesUp NivesUp是负责截图和屏幕录制的功能 里头的选项不多 但是都很适用 这上方的呢是负责Screenshot的功能 我强烈建议你们打开 Add Delete Button 这个功能就是当我们不小心Screenshot 一个不想要的图片 下方的显示 会多出一个Delete的Button 按下去就可以把你干Screenshot的图片 delete掉 这样我们就不用麻烦去Album 找我们不要的Screenshot来Delete 第二个就是ScreenRecord 我通常都是开掉这个功能 就像是我现在在ScreenRecord 可是没有任何的通知会显示出来 它不干扰我现在的录屏 那这两个功能都是很好用的 大家一定要去Try 如果你想在界面里面查看 或者搜索历史通知的话 Notice Star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那你启用Notice Star 在索屏界面呢 会有个向上的箭头 这个就是Notice Star用来查看历史通知 只要拉上来就可以查看 不过现在这个版本呢 你需要先解锁才能够看得到 不像之前的版本 万有i4.0 5.0 不需要解锁拉下来就可以查看 所以你觉得这感动你喜欢吗 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接下来我认为它是整个Globe 最好用的插件 它就是One Hand Operation 它主要是提升单手操控便利性的功能 通过侧边手势 可以快速执行各种的操作 通过可以通过屏幕左侧 或者右侧滑动手指 来执行特定的操作 分别为拉上去 拉中间 拉下面 那我把ScreenShot的功能放在左边 向下滑的部分 一滑就可以马上ScreenShot 方便很多 向上滑可以去到我的后台 中间的部分我是放返回 这两边都分别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习惯 来制定每一个手势的功能 或者颜色 比如说你想要返回 ScreenShot 你想要开Flashlight 或者说是打开你最近使用过的应用 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One Hand Operation 会让你的Samsung手机变得更加方便 更加好用 这个功能一定要去试下 如果你很常拍照 拍影片 那Camelight Assistant会是最适合你的插件 因为它可以添加相机的功能 也可以调整 像是当你在拍照的时候 你要Focus你的主题先 还是你要选择快拍先 都是可以自己去选择的 其中 两倍的镜头切换是相当实用 它可以让你的Camelight进行一个无缝的切换 当做相机呢在快捷栏那里 其实没有Zoom两倍的选项 你只能先Zoom 才能看到两倍的这个选项 但通过开启两倍的这个Shot Card 你就能看到快捷栏会多出一个两倍的选项 而且可以无缝切换 拍照也好 拍影片也好 它都能做得到 同时 你也可以调整照片的类画去中等 高 或者不要 我相信很多人每天都会调整音量的大小 正好 Zoom Assistant可以帮你实现更好看更实用的音量面板 在第一个这里 可以制定面板的显示画面 比如移动面板 调整版面的配置 显示音量等 第二个则是可以调整音量面板的形状 大小还有不同的颜色 你要单个颜色还是渐变色都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来做一个调整 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选择要加减多少的音量 我来演示给你们看 我现在把Volume调去1 当我按下音量键10 它只能加1 调去6 它就加6 调去10 它就加10 你的调小音量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也可以选择要加减多少的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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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Goodlog 你可以让你的Samsung手机变得更加有个性化 更高效 无论是外观还是操作的优化 都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你喜欢调整主题 键盘效果 还是优化操作体验 Goodlog都会成为你手机上必不可少的工具 优异篇有限 这期视频我简单带大家认识Goodlog必用的插件 如果你想让我单出17期视频 单个讲每个不一样的Goodlog插件 在评论区让我知道 那很多朋友们就会问了 One UI 7很快会在明年和我们见面 我为什么还要做One UI 6.1的视频 原因很简单 有很多用户其实不能升级去One UI 7 或者说没有这样快可以升级去One UI 7 现在也有很多人在使用One UI 4 One UI 5的 所以我希望这期视频可以帮助到他们 也可以帮助到你们 那我现在手上还有搭载One UI 5的终端机 你们希望我做多一期视频关于One UI 5的吗 记得点赞 订阅 分享 留言让我知道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